好 剛剛就有師傅跟楊順達先開始 是 用的是我們今天本土豬有什麼部位 腿褲 蹄蹄 腿褲 蹄蹄 菜名叫什麼 南乳燒圓蹄 就是我們的 徐南的早鳥年菜 好 年菜 這道剛好是你設計的是吧 對 今天我就教大家怎麼做 然後再讓它 如果你真的買回家之後 怎麼去發揮讓它變成別的菜 還可以變別的菜 對 請開始吧 燙完之後我們再炸 對 先下鹽是吧 燙完之後我們再炸 哇 真的好大一個啊 很快下去 先稍微燙一下皮 可是他們一直說 屎豬不怕滾水燙 這個他怕不怕 我今天晚上 我發現夢 我夢到我都說 好不好 大家都不服裝的 結果花會死喔 來 好 就這樣稍微 就這樣燙一下 對 剛好肉變色就會起來了 對 那炸的時候 當然它都噴得很嚴重 直接炸 一瓶狗 直接炸 什麼樣的油溫下去 一百六 好 我們這邊就加香油進來 就純香油 小火去煸我們的薑 好 那個蔥就這樣子嗎 這樣 可以 來 生大開示喔 對不對 好 那小黃瓜幫我切絲 他要講什麼的開示 這麼大的片 黃瓜是不是要這樣切 而且 你都切完了是不是 是 好 那就這樣吧 可以嗎 會不會太粗 沒關係 都切了就切了 對 還意思說太粗了 然後加了辣椒 然後蔥 薑片 對 其實這邊都爆到上色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趕快往下做 然後這邊加上醬油膏 那麼多 對 因為要滷啊 你要讓它有味道的話 還是要重 味道要重 這是老抽嗎 對 我以為是醬油 結果看了一下不是 辣椒醬 這麼慢講 對 沒有沒有 辣椒醬 所以你放老抽嗎 會 一定要放我覺得 因為 大家吃習慣那個顏色 顏色要到味 對 可是光這樣子沒有加老抽 它顏色已經很深了 沒有 不夠 滷出來就 還不夠 不夠 黃砂糖不能加白砂糖嗎 可以 可是二砂它比較甜口一點 然後它滷完 滷完之後 它比較頗有那種色的味 口感 那冰糖呢 冰糖也可以 我們把這個用果汁雞 給它打一下 果汁雞 加一點水 全部 連湯汁一起打嗎 對 對 整個把它倒進去 今天我們這次做的就是 豆腐乳的口味 超過五分鐘 對 所以把它倒在這樣 一頓之後又肥軟 這已經快熟了吧 沒有 超生的 過年為什麼那種平常 大家會去買一天做 對 這背面做 三背型 整個這個背石弄好以後 豬腳就可以在裡面了 對 我就看它隔壁 好 塗好了就像這樣子 好 好 直接吃吃男女人體 有這樣子跑 當然不是 我們吃它的醬汁 配上一些些蔬菜跟燒餅 原來你的蔬菜是要跟燒餅一起 會連肉渣在裡面嗎 我盡量挑一下 好 好 這滷汁應該很好吃 它很醬汁這樣 香吧 鯉肉火燒 鯉肉火燒 加肉 好吃到嗎 有 它的乳汁超讚的耶 奶乳 非常得濃 非常濃 這個 這醬搭很好吃耶 好吃 有一種在吃北京口鴨的感覺 它口感很好 你想反邏輯對不對 酥酥 然後裡面又 就 就把醬汁挖了一些出來 我們加一些奶油進去 把它當作是墨西哥捲餅的醬 然後我們再拌上一些些美乃滋 其實你就是告訴我們 它這個肉就夾在燒餅 墨西哥餅都行對不對 對 就很像焢肉的感覺 對 其實滿適合的 因為它那個醬也很棒 這個肉很好吃 這個又要實在 好吃 三大塊 你一個燒餅三大塊 對 然後再加上醬汁 它這個醬汁跟Grabian很像 它就是Grabian 對 吃膩的中式的方式 你也可以吃西式的 因為這種餅皮也是 滿好買的啦 說實在的 它那個奶乳醬 稍微西式一下 對 就是麵的湯底 做湯面很好吃 對 因為它整個燉起來 那個醬汁比較 現在比較稠一點 西式的話也可以 西式就是炒一點梅干菜 對 剛剛又有稍微勾芡一下 讚 漂亮 這個效果很好耶 可愛 讚啦 南乳燒圓蹄完成 妳吃到這個可惜了 沒關係 妳剛有吃到嗎 我剛有吃到一點 那個燒餅的 好嫩喔 有肉還是有差 那個皮的Q度 剛剛好 沒有到醬汁才沒有 它是有點咬勁才 而且裡面兩個配的不一樣 對 西式的是番茄跟美生菜 然後有一點起司 那醬汁也不太一樣 差異大嗎 很大 很好吃耶 大哥 妳的米子隨便來兩句話 黃瓜切得好 你在吃的之中 你會覺得很 有一點肥肉 但是剛好黃瓜那個粗細度 是粗 所以我覺得 剛好最後吃到黃瓜的結尾 清爽解膩 掌聲鼓勵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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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做的就是我們 今年 2023 我看到 行男主題 右上角的黑蒜螺片 對 這個看起來就厲害了 黑蒜螺片 這個湯是你煮的嗎 剛好這個黑蒜螺片烏雞湯 就是一個暖呼呼的代表 對 沒錯 所以剛好符合今天的主題 所以我今天就是來 教大家怎麼做 教大家說這個湯有多難做 對 來 怎麼做 好 那這邊滾水的話 我就是加了米酒 米酒 少許的鹽巴 接近過年的時候 配合像烏骨雞 防土雞 這些都會長好幾歲 對 沒錯 所以最理想的做法 應該就是在過年前三個月 自己先養一雞 養一雞下來 過年前就趕快先把雞養起來 你看他切的時候 他沒有下過竹 有 你是說師父嗎 活 活 這也是告訴大家 你在家裡汆燙的時候 搞不好有這個危險 沒事 雞燙完了之後 我們還要洗掉它的雜質 所以還要再洗顧 所以這個工序是非常麻煩 空多 泡蓋壽 對 你看它多麻煩 買現成是多方便 對 這個是我剛來的時候 我先把一些雞的骨頭 去熬一個雞湯起來 雞架子 對 還要再熬一個雞湯 你看 那這邊 菜其實是清爽的 對 它其實過年是沒有壓力 還沒 還沒 你把什麼加進去 這個乾香菇 然後老薑片 黑蒜 這黑蒜最健康了 那你幫我把它倒進去 那黑蒜它 黑蒜很好吃 它很甜 它還會回甘 那個是什麼 泡菜嗎 沒有 這是那個 它的 還要燙過 然後待會兒再切片 把它放進去 自己處理也太麻煩了吧 對 這好麻煩 很會 響羅好大顆 兩顆 對 兩顆 我可以切 這個會燙 你的那個 小樓常知道 鹽菜裡面的螺片 真的就是它 是這樣子的 對 就是它 這個就提鮮味 調味的話就是加鹽巴 鹽巴而已 只有鹽巴 對 這個很養生 因為它的甜味已經 鹽巴可以在這時候調味 不用起鍋的時候調味 可以 待會兒它的肉裡面 它才會有鹹度 正點 對 沒錯 我現在就是把它加蓋 好的 這種微微涼的天氣 我自己喝這醉 這舒服 暖心腸味 舒服 黑蒜雞湯真的是非常養生 食慾是第一餐對不對 對 第一餐 我跟你說 如果你呈現飢餓的時候 先喝湯對死你是比較好 對 像他連湯都沒辦法喝 他就會你知道 可憐 先打底 真的瘋掉 我雖然沒有吃到 但是我還是祝福你們 這雞湯太正點了 把我這一個版本的雞湯 再做一個改造 它就是延伸吃法 對 湯底的變化就是加牛奶 對 對 所以剛才先讓你們喝一下 它的原本的味道 那現在待會兒 拉麵呈現了 就是有點類似像 土土的那種概念 那陳哥沒喝到就不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味道了 會了 我會知道 你這邊二廚是誰 收完 這邊二廚是誰 陳小華 有 收完 水好了是不是 對 是黑蒜 羅片 烏骨雞湯麵 對 看得好想去日本 然後這邊 下手乾 所以拉麵必備 我還加這麼多 我覺得該出發了 我們可以要去日本 真的要去日本一下了 這莎莎是你自己做的嗎 對 這個湯再淋下去 OK 這個豚骨 你現在就淋了 對 蔥花 然後接著就是我燉好的雞湯 看那個點 這個 這個就是 燉好的雞湯 完成了 很好吃 這樣才像 完成了 完成了 黑蒜 羅片烏骨雞湯 可以做它的原先出來的拉麵 好 我馬上來 一定要答對 麵放了嗎 還沒 這個湯頭真的好甜 先喝湯 雞湯 羅片 後切的原因就是要吃它的口感 對 這湯太正點了 好新甜 而且會回甘的湯頭 你很好看 它裡面有 黑蒜 黑蒜 就再丟一點那個 畫像那個出外的油脂 裡面就沒了 然後雞湯 人家一加著再繼續炒這樣 四年月份 我好了 好好喝 你們家的雞湯 會飄到我家了 它的牛奶加了 讓整個湯的厚度出來 那個奶湯的效果 謝謝 很棒 很舒服 這是你今天這一局第一口 哇 那你非常珍惜 惡壞了你 因為它本身這個 黑蒜雞湯呢 它已經做得很好了 算是已經把這個基礎都做好 那如果說真的 家裡想要再多一點變化 可以不妨就像米澤這樣 對 可以利用這個牛奶 然後去混合這個改造 做到第三碗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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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吃了快運心十足 哪有 是 來 這是誰幫他做菜 來 這個米食 你的食物叫什麼 蟹肉貝斯海味紅梨炊飯 貝斯就是在干貝斯是吧 對 干貝斯 我以為是個女人 紅梨 紅梨在哪裡 那你看到 台灣產的紅梨 紅梨賣 會跟我們的飯做一個比例 大概四比一這樣比 還是五比一對不對 大概是五比一的部分 因為我希望說我們今天 在這個炊飯裡面 還可以咬紅梨那個 鼻鼻鼻鼻鼻鼻鼻的一個感覺 鼻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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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鼻 是的 請開始了 好 蝦米搬下去 好 這是歇碎的蝦米 對 你先幫我把紅梨整個 整個一口氣搬下去 好 紅梨也是生的對不對 然後這個下三分 紅梨看起來是生的 對 紅梨是生的 好 米也是生的吧 對 都是生的 我們先用佐水溪 佐水溪 一袋的 長糯米 你今天做的做糯米啊 對 做我們的黏菜對不對 對 這個是做我們的黏菜 好 蟹肉貝斯海味紅梨炊飯 就是我們黏菜之一 對 難怪覺得好耳熟 好 小心 所以這一道是你做的 對 沒有錯 今天要跟我們分享 對 整個倒進去 看我們節目 多大愛 有時候就告訴觀眾說 你也可以這麼做 有的沒有 對 如果真的覺得買食材 又做法很麻煩的話 做菜就有 做給大家看 對 有沒有要這樣只是看菜 你還不知道怎麼弄 無私的分享 整隻雞 這個是 這個搞多久在裡面 不是真雞 這個在裡面 大概搞了40分鐘了 而且它裡面 放了一個架子 對 對 它等於就在滴雞精 原來裡面有加水嗎 有啊 還是有吧 沒有 就一點點酒而已 來 就這樣子的一個雞汁 雞汁放下來要濃縮一下 接著我放一點點的柴魚醬油 柴魚醬油 師傅 你的手 這個鮮魚我剛才 感謝 好 你要說你另外一隻手也掉了 陸軒 你真的很懂 沒有 他剛剛會回來 你也會做一下大家印象深刻的事情 沒有啦 貼心 貼心 對啊 這個雞40分鐘的壓力鍋 結束出來 如果我在進去之前 我其實就已經上了鹽了 這出來40分鐘 它是不是就是鹽水雞的概念 沒有 它會脫掉 對 因為它沒有任何的水 像在裡面悶的時候 它的水分會逼出來 再往外跑 再往外跑 再把一點點油蔥放下去 讓它整個味道 是均勻的 這其實滿搞缸的 對啊 這個湯很重要 超級食物 對 好 這個厲害了 這湯 來 我們就把它 扳進來 喝不到 好可惜 它全到了 它會不會留一小口給我們 試試看 放下來 蒸 直接這樣子 對 漂亮 我們待會兒再看你下個動作 好不好 你要試吃什麼 讓我們知道一下 對 這個滴雞精的雞油 這是最純粹的 好 答應你 光這個雞 等一下 我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干貝絲 干貝絲 干貝絲跟它的那個 花生米 它那個油蔥 蔥油 現在又加了花生 對 什麼時候加了花生 偷偷加一下 口感很棒 而且那香氣很足 你飯只有淋醬油跟雞汁而已 對 就這樣 很香 好好吃喔 它就丟了幾顆 就幾顆可有可無的花生 然後再一小撮的干貝絲 香氣 好好吃喔 一個小小的訣竅 像這樣我們練出來的雞油啊 你如果說是兩匙的雞油 然後一匙的醬油膏 或者是素蠔油 然後再半匙的熱水 這樣攪勻 你就可以當作我們雞油拌飯的 對…或拌麵 我這個比例 好 記下來 簡易的小比例 這邊那位主是誰 我以為這樣 收盤這樣 收盤 好 好 多碗 辛苦了 辛苦了 我心想什麼事 好想吃 我吵這個 放回去 泡一下 泡桶 好 來 這樣 放泡桶就好 我這邊把澎湖的紫菜 就下去炸一下 什麼油溫 大概180 澎湖買這個 一包一包的這個 效果很好耶 它很好用 對 如果拿來煎蛋 就水把它擰乾 跟蛋翻一翻下去煎就好 好 不用再切嗎 不用 因為它是一片片的 好 這樣就好了 飯很大 15秒而已 很脆 有沒有聽到 它已經是風乾的 對 它已經是風乾 待會兒會 非常地酥香 它已經風乾 可是進油的 油溫的高度 溫度 油溫夠 它可以幫它熟成 然後再幫它做酥脆 太脆 對 好 你掉的 掉的 這邊 拿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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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啊 對啊 這邊有拿好 好 我們有志氣好不好 他不拉倒 會有爆 會有爆 好 來 接著我把大量的 No 放 放 放一下 先 立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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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較危險一點點 但要到隔壁去好不好 對 好 抱完了 對 那這也是比較麻煩的部分 好 妳好浪喔 把它去聞一下 那個雞汁的 顏色都吸進去 它有那個蒸籠的味道 妳是要知道它 對 它這蒸籠的味道會嚇到 所以我們剛剛是蒸好之後 我們再把它填回蒸籠裡面 有些家裡面會買這蒸籠 來這邊的家裡料理用 對 那它是多了這個香氣 那每次蒸完東西之後 我就不能洗太乾淨吧 洗乾淨這個味道會變得沒有 其實你要洗乾淨 或者是直接再去蒸過一次 然後它有殺菌過 才不會發霉 對 對 然後接著我們就大膽的擺上了 蟹肉跟棚物的海菜 很棒 所以這些 什麼港點 怎麼都要用這個蒸籠去蒸 小籠包也是 餐廳就每天一定要在那邊蒸熱 裡面沒放東西 也要讓它蒸熱蒸 好漂亮 因為它是海味嘛 所以我們希望 所以年菜裡面也會有這個海菜嗎 有 真的好棒耶 因為你的關係 我一定用最好的 都要到旁邊 都要 都要 都下去 好 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 都要一戳 該給它的我們都要給它 好 還有花生是不是 對 然後另外一半呢 我們再放這個 喔 這個好好吃喔 好的 然後再來 把我們剛才 炸好已經夠脆的這個紫菜酥 對不對 喔 喔 因為飯裡面 真的剩15秒耶 對 你剛是一百 一百五十度 一百八 一百八 有一百八 一百八 對 十五秒 十五秒就好了 太多是不是 剩下來是不是 剩下了 對 嗯 是怎麼了 我們怎麼了 他想吃 真的很偷 很偷 這個 很想吃 他們很想吃的感覺 餓壞了 最後再撒上一點點 提味的花生 然後跟我們放一點點的 香菜 漂亮 最後再裝飾 這樣子 蟹肉被絲海味 紅米水飯完成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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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讚喔 看一下我們剛剛的感覺 很濃郁 身體看的味道是不是 很濃郁 很濃郁 而且這瑤柱啊 非常多 像這樣在家裡自己搞 真的太麻煩了 我覺得現成這樣子帶回去 是最方便的 如果說沒有時間的話 確實 因為這一道的話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它卻花了我相當多的時間 來完成 剛剛看的工序是 很多啊 對 有很多種 那你的這個 年菜裡面的這一個 裡面也有這個海苔啊 也有 一模一樣 也有啊 對 所以我就是去 所以那海苔就是打開 就倒上去就好嘛 對 我已經幫你炸好了 是炸好 是 好貼心喔 對 炸好真空 這樣你到時候吃的時候 它還是脆的 沒有副真籠嘛對不對 還副真籠耶 沒有啦 你真的不是嗎 我家有真籠的時候 我都扣出來才放在真籠 沒有啦 因為這過年的時候 大家可能家裡 都會準備這個真籠啦 如果是準備好一點的這個器皿 你就會放到上去 那你怎麼蒸蝦啊什麼 保鮮磨光起來嘛對不對 讓它滴水進去拿去蒸 對 蒸完之後再把這些 撒上去這樣 對啦 對不對 因為年月飯大部分 都會吃這個油飯啦 或者是米糕 對啦 一定要 然後這很方便 它這個裡面就會充滿了 其實整個海味 然後跟雞翅的味道 再加上我們澎湖 各式各樣的鮮味的組合 很棒 掌聲鼓勵 謝謝 超好吃的 好 得到 好 越來越來越來越南